流行什么 流行什么 那我们先来看下VD 好 在今年的秋冬趋势来说呢 我相信大家今年 我觉得秋冬今年的流行元素 大家一定可以学得非常非常的好 怎么说呢 因为接下来跟大家分享 今天2023的秋冬的重点 就是美拉德的耶诞派回庄 美拉德是什么 美拉德是什么 好我们来看下一页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这个是今年大家 各位老师们一定都可以驾驭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流行元素 就是美拉德风 什么是美拉德风呢 大家可以看到BBT所呈现出来的颜色 有没有觉得它就是一种 棕色大地色结合了什么 很温暖的感觉 所谓的美拉德呢 大家可以学起来 今年秋冬呢 美拉德这三个字呢 会非常非常的流行 美拉德它其实是 呃呃表现出一种 我们在食物加热的过程当中 好不知道各位老师们 有没有在家煮过牛排 煎过牛排 就算没有煎过牛排 没有煎过牛排 也看过别人煎过吧 对吧 好 这个牛排呢 它从生到熟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它叫做美娜反应 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化学反应 那我们把它包装成比较好听呢 所以中文就叫美拉 那它说它的一个呃从生到熟 渐变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会从红色慢慢变成褐色 再从特色变成棕色 然后到变成咖啡色这个过程呢 就会给人家一种温暖甜蜜的感觉 不会是一种很单调的 就是棕色调 它反而会有一种温暖热烈 然后愉悦充满能量的一种感觉 所以美拉德在今年会在很多的服装 包括彩妆 或是流行的趋势都会看到这三个字 那不知道大家对于美拉德 有没有一些概念 好到这边有的话帮我打个一好不好 帮我打个一 但我还可以知道 如果我们在进入课堂的过程当中 那大家有没有先知道 哎 我们今年流行的是什么 所以美拉德这三个字在今年秋冬 那大家一定要记得 那所以你会发现呢 有没有觉得家里有一些 就是看起来好像土土的 然后看起来有点 不是那么明亮 然后但是看起来有点点 没有那么扭据的棕色调 红色调 然后呢 褐色调这些衣服 我告诉大家 各位老师 今年秋冬全部都可以拿出来穿 因为这就是今年秋冬最流行的颜色 有没有看到我今天身上穿的颜色 有没有很美朗 好就是现场看的话 还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深棕色 但是可能透过镜头会稍微淺一点点 好那我们来看夏业 但今年秋冬啊 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时尚杂志 时尚派对 包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今年的金马奖 60年的金马奖 你会发现很多的明星艺人 他们穿的风格其实都偏向所谓的美拉德风 所以下半年开始这个美拉德风呢 会席卷整个流行圈跟时尚圈 所以呢 从妆容到你的服装搭配 包括从你的小地方的配件开始呢 你会发现都是出现那种金色啦 棕色啦 红色的配色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好 那所以呢 如果你家里有这些 你可能会觉得好像看起来乐乐 然后那桑那桑的衣服的颜色 其实在今年秋冬你可以通过BBT可以看到 其实你可以用不同的多层次的搭配 都可以感谢出今年最流行的美拉德风 当然啦 那彩妆的部分呢 我们也可以打造一个属于美拉德风的耶诞彩妆 或是美拉德风的泰队彩妆 所以呢 我觉得在今年秋冬呢 这个美拉德风是我们各位老师 各位姐姐们 都可以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色系 所以在今年呢 就可以放心的去玩 然后大家去尝试这些美拉德风 属彩妆的表现 好吗 好 所以呢在演装的部分的话呢 其实呢 说穿了美拉德风呢 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说就是呢 最几分 大家最好使用的大地色系 但是呢 你可能要融入一些浅测的元素 然后一些细节的重点 所以呢今天会教大家 这个美拉德风 虽然是大地色系 但是怎么样可以 可以强调一些细节的处理 然后可以让我们的妆感更时髦更时尚 在你参加派对 参加野蛋聚会 或是围要的时候呢 你可以跟别人预众不同 这才是我们今天上课的重点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图片上面 有没有发现这个眼妆看起来 应该不难 因为它的颜色呢 就是运用的非常温暖 然后一点 一种非常温馨的满中色调 搭配了金色的眼影化了眼睛 在你的眼皮上面 除了可以修饰我们的眼睛 会有一些干眼皮泡泡的问题 或者说眼睛呢 可能会有一些暗层的问题 都可以透过今天的美拉德的叶旦展装 可以获得到的情绪 好 所以呢 可以让我看下一道 那几个重点呢 就是刚刚说到的第一 基础打底色 第二个重点呢 就是呢 可以有一点点 微微上扬的眼线 但是这个眼线 记得不要太粗 太粗会给人家 有一点点凶的感觉 除非你今天是要展现 稍微有一点点个性 如果你今天的穿搭呢 是像我们的 POPPY重点的 下面的那张 看起来是比较稳重 然后有个性感 你的眼线可以稍微 重一点点 粗一点点没有关系 但是呢 如果以实用性来说的话 可以看衣裳的大 温暖 基本大地色 画龙点睛的金色元素的眼妆呢 搭配一点点微微上扬 它反而可以凸显你了 也有个气质 而且呢 可以让你的眼神 看起来呢 有眼神 但是呢 没有攻击性 不会让人家有距离感 这是呢 美阿德阿比彩妆的第二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故习一下就是一个 基础大地色调的眼妆 然后加入了金色元素 第二个就是呢 微微善扬的眼线 除了可以说是眼神之外 也可以让你看起来更有气急 更有氧 好 第三个重点 就是呢 自然的眉型 跟脸部自然的立体 或 好 什么样叫做自然眉型呢 因为呢 嗯 在这一两年 其实呢 所谓的野生美 都非常的流行 那 从野生美一直延续到 今年2023 所以演变出来的是呢 你不用太刻意的去刻画 线条感太重的眉型 你可以先把你的眉毛 梳开让它呈现自然的毛流感之外 稍微用眉笔 勾勒几笔 刷开 呈现自然的眉型 反而可以在今年的秋冬呢 打造一种非常自然 帅性 温暖 没有距离感的眉毛 那再来呢 秋冬呢 其实是很适合 加强脸部轮廓的一个季节 怎么说呢 因为呢 所谓的秋冬的颜色 通常不会是想 吹下这么样的冰氛 所以呢 可能在搭配的色系搭配上呢 可以用地图轮廓去强化出我们彩妆 所以今年想要带给大家的 美拉德的一个 耶诞的派对的妆感 所以呢 第三个重点就是自然的纹廓 跟脸部的另体感 其实就可以达到今年秋冬一个 妆容的重点 然后呢 嘴巴的话呢 就是也可以搭配所谓的美拉德色系呢 比如说像南瓜色 或是呢 有一点点砖红色 其实都可以在美拉德彩妆呢 做一个跳 一个对比跳舞的一个壮色的效果 但是呢 会建议大家 颜色还是比较顺带呀 通常在秋冬呢 尤其今年是美拉德的这个风格的一个呈现上面 你可以选一些稍微带一点点咖啡色调的唇膏 就是你可能平常在家 可能觉得很漂亮 可是又觉得太深不敢擦的颜色 在今年秋冬 拜托 你都给她拿出来擦 因为呢 这是今年秋冬 最流行的美拉德风格的耶诞彩妆 包括帕皮妆 都会一选的这个风格 好 那话不多说呢 我们接下来就要实际为大家示范 所谓的比拉德和耶诞彩妆 派电所公司 怎么样来完成的 那记得大家的掌声 来欢迎